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很多人呢 今天再来看看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这个人 名叫李景全 江西林川人 对李景全这个名字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熟悉 但在上个世纪绝对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尤其是主政四川时期 因一见识而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咱先来看看他的革命经历 李景全1909年生于江西林川 上中学十九参加了共青团 1927年南昌起义时 年仅18岁的李景全 就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队 找到朱德的部队 要求参加起义 1930年 李景全被派去中央苏区送信 毛泽东一见到他 就被这个聪明精干的小伙子吸引住 一席长谈后 李景全留了下来 成为毛泽东的办公室秘书长 后来 李景全又相继在红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担任军政委 施政委 成为我军少有的在三大方面军都干过的高级将领 朱老总评价他说 政治军事皆能对付 是个精干人才 抗战爆发后 李景全被任命为 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 政委 请注意 在八路军的六个旅中 旅长 副旅长 副旅长最低也是上将 抗战胜利后 李景全又担任进随野战军政委 司令氏贺龙 从此 两人开始了配合默契的搭档生涯 土 左二为李景全扮新中国成立后 李景全被派去大西南 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四川省政府主席 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职 离开了军队 成为封江大力 也正式在主政四川时期 李景全经历了一件 让他备受争议的历史性大事 愧疚一声 这件事很多年来都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复杂 说起来也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四川自古以来都是天赋之国 故产丰富 民生富庶 亲中国成立后 每年都在往外掉粮 支援全国各地 转折点 发生在1959年 1959年 全国开始陷入灾荒 各地求粮的报告 如雪片般飞到中央 三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中央决定从四川调出55亿到60亿斤粮食 支援全国 李景全作为四川负责人 当场表示同意 但是 形势很快就超出了李景全的预料 四川也开始持续干旱 当年粮食就骤减60多亿斤 怎么办 李景全为了顾全大局 没有向中央反应 而是号召全省人民勒起腰带 支援全国 但全国的灾荒程度 同样超出了中央的预料 负负责调粮的副总理李先念急白了头 实在没办法 只好把周总理醒了出来 让他出面协调 周恩来把各省负责人叫去 痛心又无奈地说 中央的机动粮已经全部发完了 北京 天津只有四天存粮 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如果出了问题 国际影响谁都承受不了 最后 周恩来少有的表达了强硬态度 今天谁不把任务接下来 就不散会了 我陪着大家都在这里反思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 今天的人可能会有很多想法 甚至自私一点也无可厚非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每个人都是祖国的一块砖 国家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因此只能有一种选择 李景泉回去后 刘任内向省委领导们通报了几件事 没有人反对 也没有人说话 因为谁都知道后果 没有人敢承担 去统计 在那三年 四川共外调147一斤粮食 同一时期 四川所有的县都流行服重病 死亡率高达千分之53.97 关于四川在那三年死了多少人 有很多种说法 最多的有一千多万 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不管具体数字多少吧 这些外调的粮食 无疑都本该是他们的救命粮 那么 谁来付这个则呢 作为四川一把手的李景泉 自然首当其冲 可是 这能只怪他吗 土 李景泉陪同毛主席 视察四川1960年 李景泉曾壮着胆子跟中央提出 四川绝不能再调量了 就算太多一亿斤 也会造成几十万人的哀乐 但是 你难 中央更难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李景泉做了检讨 没有提这是中央的决定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了下来 后来 周恩来 邓小平 朱德也站出来为他开脱 比如周恩来就明确表示 四川粮食条多了 责任在郭物院 我是总理 责任在我 对这件事 毛主席也对他有过一个评价 说 李景泉只懂得大工无私 不懂得大工有私 晚年时 李景泉经常一个人默默发呆 他的儿子让他写回忆录 把当年的事情讲清楚 但他拒绝写 还说 不光他自己不写 以后他的后代也不能写 今天的人很容易对他的做法产生之疑 思想解放吗 但如果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 谁又能说得清他是对是错呢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明说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明说108连续